我们在诊间还真的很常遇到 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 这两种想法上的差异 阿公阿嬷他们都认为说 我都已经来看病了 那医生就一定要开药给我 然后医生既然都已经开药了 我们回去就要吃 可是爸爸妈妈的想法 他们会觉得说 药物不一定是好东西 有些人家说会伤肝 有些人家说会伤肾 那实际上呢 其实爸爸妈妈说对了一半 有些情况下 有些疾病能够不吃药 我们就建议不用吃药 可是爸爸妈妈说对了一半之外 阿公阿嬷也说对了另外一半 有些病不吃药还真的不会好 你如果要区分哪一种要吃药 哪一种不要吃药 各位根本没办法区分 我会建议去找一个医生 可以值得信赖的医生 那如果医生建议你说 这个疾病是一定要吃药的 通常需要完整的把药物吃完之外 可能还需要回诊 那如果医生觉得说这个疾病是不需要吃药的 那医生就算开药给你 有的时候也只是所谓的症状治疗药物 那这个症状治疗药物通常如果孩子说 我一个生病 我鼻塞很不舒服 晚上睡觉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 甚至于说头痛真的很不舒服 那吃一点点治疗头痛治疗比赛的药物 让孩子好好的休息 其实孩子也可以好得快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